吐年的喜慶星飛臨在正北這個位置 這個星是可以坐望所有喜事的 換句話說 譬如拍拖很多年 很想拉著天窗的朋友 就應該吹往這個位置 又或者結了分享添冰的朋友 這個位置也是對的 最好放什麼呢?就是果實類的植物 尤其是過年期間 大金、大吉、五代和糖果都是合適的 將這個位置又或者放一盞紅色的燈 都可以起上加起的 通年腰身體健康就要留心兩個位置 就是正東和西北這個位置 西北因為有五黃星飛臨 正東有二黑星飛臨 這個大病星和小病星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所以這兩個位置是絕對不可以移動的 要健康運好這兩個位置 最好放一些重的東西 因為病星本身是熟好的 普身金 放金屬的東西在這裡 自然健康運就好很多了 如果我們再移動這些位置 就會令到病星更活躍 那就不好了 也就是說在這個年份入面 我們不適宜助餓在正東或者西北位 儘量避免 通年要財運好就要留心正南方 這個位置是財星飛臨的位置 我們可以擺放一些大劫植物 又或者水種植物 令這個位置有靈動力 自然財運就好很多了 記住財不入窟門 財位是不可以放一些雜物 又或者骷髒衣這類的東西 會影響我們的財運的 有正財就自然有偏財 偏財的位置 在我們來講就是正西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近來是三煞飛臨 所以我們不可以移動它 最好就是放皮丘又或者龍龜 都會令我們的財運好 通年的是非口舌三壁星飛臨 就是東南這個位置 要少點是非和不可以有官飛的話 就一定要留心這個位置 因為少就是非大就是官飛 這個位置是三壁星飛臨 是屬木的 即是不可以擺放植物 尤其是水種的植物 會令是非星更加強化了 是非星本身屬木的 木生火 所以最好擺放紅色的東西 光年的時間 放徽川在這些位置 又或者過了年之後 放九枝紅色的花 除去葉又或者擺盞紅色的燈 都可以令官飛或者是飛少很多 乾杯 至少